大家好,我是三方调查员三妹 他俩是好朋友,却在同一天 光天坏日之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件事瞬间成为了新加坡的头条新闻 导致全国所有学校的安保都进入了紧急状态 麦当劳甚至还拿出了十万新元的悬赏令 来寻找男孩们的下落 那一天中午,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点个订阅,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的最南端 国土面积728.6平方公里 由新加坡岛及附近的63个小岛组成 自1965年8月9日 新加坡独立出来后发展得很快 是世界上百万富豪最多的国家 每6个家庭中就有一个 至少有100万美金的可支配财富 还不包括房产、商业和奢侈品 不仅如此 新加坡在教育、医疗保健、生活质量、人身安全及住房等 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的 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拥有四种光方语言 英语、马来语、普通话和泰米尔语 常年的气温都在23到32摄氏度之间 是个旅游度假的好去处 最关键的是这里一向以安全、干净闻名 哪怕是一个人来这里旅行 也不用过分担心安全的问题 但这是现在 以前还处于发展中的新加坡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安全上的疑患 1986年5月14日下午12点55分 欧文小学的第一节课铃声响了 学生们冲进了教室坐了下来 然而六年级教室里 有一位同学坐立不安 他就是王批伟 他有点担心同学郭震安 因为郭震安告诉他 去附近的商店买点东西就回来 可是这上课的铃声都响了 还是没见郭震安的踪影 于是他就报告了老师 问能不能先出去一趟 要去小卖部拿回郭震安的书包 老师便问他 郭震安人呢 他回到 早在12点20分的时候 他和郭震安就到学校了 校车将他们送到了学校的侧门 当时车上有13个同学 由于离上课的时间还早 王批伟就问郭震安 你要去哪里 是不是去小卖部 郭震安回答 不是 我要去其他店买点东西 这时候 王批伟就主动提出 那你书包可以给我 我帮你带到学校小卖部 一会儿你自己去拿 郭震安就把书包递给了他 然后头也不回的 朝附近的商店跑去 王批伟带着书包来到了小卖部 放在了小卖部的长凳上 然后就去玩了 上课铃一想 他抓起自己的书包 就往教室里跑 他以为郭震安很快也会赶到 然而老师都来了 郭震安还没有人意 这才有了刚才的那一幕 老师得知情况后 仔细一看 班里还少了一名学生 卓洪发也没来上课 卓洪发家离学校很近 只有500米 正好和郭震安失踪前 去的商店是同一个方向 郭震安和卓洪发 两个人平时关系很好 经常在一起玩 老师的第一感觉是 难道这两人一起逃课了 就连忙拨通了家长的电话 最先赶到的是郭震安的父母 他们一听到儿子逃课 非常担心 马上就在学校周围开始找 没找到人的父母 就决定在校门口等 随后 卓洪发的妈妈也赶到了学校 他说 今天中午 没有和往常一样 送儿子上学 因为儿子中午出门很急 只听到他喊了一句 我去上学了 今天郑安和我一起 你不用送我了 再见妈妈 人就不见了 当时他正在厨房里忙 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门已经关上了 眼界没赶上 他也没出去追 毕竟两个孩子都已经12岁了 离学校又很近 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一接到老师的电话 他急疯了 立马把学校各个角落都翻了个遍 就是找不到人 于是他们又将范围扩大 欧文小学周边的住宅都找了一遍 还是没看到两个孩子 一直到晚上7点15分 家长们焦急的报了警 所有人都不相信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短短半个小时 仅仅500米的距离 两个男孩就这么人间蒸发了 当天晚上 警方就派出了50多名警察 对附近几个社区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还专门派出了7位专业侦探加入 也第一时间发布了孩子失踪的消息 希望路人能多多提供线索 这时 卓鸿发了慢慢反应 中午听见儿子说要和郭正安一起去上学 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看到郭正安 而郭正安离开王匹伟的视线时 也是一个人朝着商店方向跑去 所以警方也不能确定 这两个孩子是否见上面了 一晚上的等待 两家人的电话却出奇的安静 警方猜测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 两个孩子是想逃避下周的清末考试 才离家出走的呢 事实上 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郭正安虽然比较活泼 但并不调皮 中午离开家时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也没有多要零用钱 当时他妈妈还把他送到了等校车的地方 看起来一切正常 而卓鸿发性格内向 父母已经分开 他和妈妈住在一起 不太喜欢一个人去陌生的地方 而且他的两个储钱罐都是满满的 没有少钱 当天他还跟妈妈说 晚上要吃猪排和薯条 中午在厨房 妈妈就是在准备这些 最后老师也表示 两个孩子平时表现都还不错 从来都没有逃课过 学习成绩也还好 特别是卓鸿发 上个学期数学还得了第一名 这样看来 孩子们遭遇意外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因此警方成立了专案组 展开了一场罕见的大规模搜寻活动 我们从来没有投入这么多的精力 人力去处理一个失踪人口的案件 刑事调查部的负责人 张宏关说道 可是 时间过去了两周 考试也结束了 两个小男孩还是没有出现 警方也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 好像这起案件没有任何的目击证人 不仅警方的热线没有人打 郭家和卓家的电话也没有任何的动机 从天黑手到天亮 一夜一夜的失眠 家人只能是干着急 1986年6月1日 郭正安的父亲决定 悬赏一千星元寻找儿子的下落 用他的话说 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郭家家境一般 郭正安是家里最小的弟弟 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三天以后 卓鸿发的妈妈也发布了一千星元的悬赏金 来寻找他唯一的孩子 母子两人相依为命 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棚子里 而他也一直在等儿子回家吃猪排饭 一个月后 双方父母将悬赏金 从一千星元提到了五千星元 卓鸿发的妈妈 还把学校边上所有控制的 或是无人居住的房子 一间一间的找了个别 依然没有任何发现 由于警方和当地媒体一直在宣传此案 整个新加坡闹得是沸沸扬扬 那时候 每个人都处于高度的紧张中 这件事情也导致了全国学校的安保系统 进入了紧急状态 所有接送必须是父母 如有特殊情况 必须提前报备 接送人还要带有效证件 办理相关的流程才行 直到有一天 新加坡的一家广告公司负责人 给警方打来了电话 他表达了对父母的同情 并愿意提供一切的帮助 1986年7月17日 他联合了四家报社 海峡时报 人民日报 联合早报和联合网报 将男孩们的信息 以登报的形式传播出去 当天就印发了3万份 报纸上详细记录了孩子们的信息 郭正安身高1米5 卓洪发身高1米25 两人都是12岁 体型轻瘦 肤色白皙 留着短发 以及他们失踪时所穿的衣物 然后又给全岛的警察局 加印了1万份传单 最后 在社区中心 餐馆 以及购物中心等一些重要地点 张贴了1万幅大型的海报 这是警方第一次通过分发报纸和传单 来寻找失踪人口 他们太渴望有人能提供线索了 举国上下 这样铺天盖地的撒网 再加上5000新元的悬赏金 警方收到了20多个电话 每一条线索他们都不会放过 仔细的去排查 很可惜收到的都是三手信息 很多人都是匿名提供 一一排查下来 没有任何的进展 直到1986年8月27日 警方接到了一个电话 说两个孩子在乌明岛 乌明岛位于新加坡的东北部 占地10.19平方公里 属于一个比较小的岛 截止2012年 岛上只有38个人居住 随即刑事调查部 立马就派出了近百名警察 他们将小岛分成了24个小区域 拉网式的检查所有的房子 整个过程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然而一无所获 正当他们失望之时 又一个电话进来了 说看到那两个小孩 在新加坡到柔佛的巴士总站 他们身边还有两位40多岁的男子 警方为了确认信息的准确性 还追问道 两个孩子穿什么衣服 白衣蓝裤快来 然后电话就挂断了 警方一听 这不就是孩子失踪时 所穿的校服吗 他们一刻也不敢耽误 10分钟内就赶到了目的地 但再一次的地毯式调查 仍然没有任何发现 没有人看见男孩在巴士总站 仿佛所有的搜寻 都陷入了一个死胡同 案件调查是如此的绝望 更让人绝望的是 1986年9月3日 郭正安的父亲接到了一个电话 他已经不记得电话里说了什么 只知道当时的他 听完后脸色苍白 头晕目血 直接一中风住进了医院 而在同一天晚上 卓鸿发的妈妈也接到了一个电话 那人对他说 你不应该希望你儿子回来 电话那头说的是闽南语 可想而知这一通电话 给两个家庭造成了非常大的打击 但只要一天没找到孩子 家属一刻也不敢松懈 两周后 卓鸿发的父亲出院 两家人决定再增加悬赏金 从5000新元加到2万新元 这笔钱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无奈 他们必须这样做 他们要与时间赛跑 这时快餐店麦当劳介入 他们在1986年10月4日 拿出了10万新元的悬赏金 并且还印制了大量带有男孩们照片的海报 粘贴在他们16家分店里 麦当劳的这一举措 也进一步加大了案件的影响力 郭正安和卓鸿发 也被人们称为失踪的麦当劳男孩 要知道 在上个世纪80年代 10万新元 那可是一笔巨款 本以为推出了高额悬赏金 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却没想到线索依然是寥寥无几 全国人民的心都被这两个男孩给揪着 11月30日 又推出了电视报道 新加坡的第五频道 犯罪观察节目中 第一集就播出了失踪的麦当劳男孩 在节目里 详细再现了郭正安和卓鸿发 最后一次上学的情况 一周以后 还配上了普通话 加大力度的宣传 然而 男孩们的失踪 却像一个谜团一样 无法解开 1987年2月18日 新加坡警方还前往了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进行调查 他们将海报内容翻译成各国语言 遍布张贴 并且还启动了10万新元的悬赏令 将失踪男孩的信息 报给了国际刑警组织 但仿佛意料之中 还是没有一点回应 两年后 1988年11月6日 纽约的一家面部识别技术公司 通过了郭正安14岁姐姐的照片 合成了郭正安最新的面相 由于卓洪发是独子 所以他的照片没法更新 尽管这样 卓洪发的妈妈还专门去到吉隆坡去寻找儿子 甚至还去了30多家寺庙 祈求保佑尽快能找到儿子 哪怕一次一次的绝望 父母仍然没有放弃 一遍又一遍的呼唤着儿子回家 1993年5月14日 失踪案发生7年后 郭正安和卓洪发在法律上被认定死亡 那么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目前有以下四种主流猜测 第一 绑架 虽说现在的新加坡 是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 但以前并不是这样 所以并不能完全地排除孩子被绑架的可能 不过被绑架的可能性比较小 主要是案发第一事件 没有任何索要赎金的电话打来 况且两个家庭的家计都很一般 第二 溺水意外 炎热的夏天 郭正安和卓洪发会不会是因为贪玩玩水 而不幸遇害了呢 警方在后来的大规模搜索中排除了这个可能 首先两个孩子都不喜欢游泳 其次就算是发生了意外 也有可能找到他们的 不可能凭空消失 第三 被非法贩卖组织带走 有商人曾表示在曼谷见过两个男孩 他们的四肢不完整 在街上被迫来乞讨 还有人在韩国的一个小城市里 看见了一个腿残疾的年轻人在街上卖唱 这个年轻人非常的像麦当劳男孩 当他正要拍照时 男孩就被人给带走了 不过后来警方也推翻了这些可能性 首先12岁的他们肯定是被抓走的 其次新加坡的关卡虽然不多 但非常严格 想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过境 有点天方夜谈 第四 被卓洪发的父亲带走 1996年4月 案件发生的10年后 一个叫郑明辉的私家侦探 对南海的失踪之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深入调查后发现 卓洪发的妈妈陈玉娟 与儿子并没有血缘关系 卓洪发是丈夫卓涛和另一个女人所生 当时那个女人不想要孩子 还伪造了出生证明 陈玉娟没有办法 只能是抚养了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也就是卓洪发 当然两个人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共同经营的大巴车生意 暂时交到了丈夫卓涛手上 没想到卓涛经营不上 亏得是血本乌龟 大巴车全被他给卖了 不仅如此 他还恬不知耻地跑来着陈玉娟要钱 陈玉娟忍无可忍 提出要卓涛还钱 还说会通过法律的途径 卓涛想卓涛耍起了无赖 拉起坐在沙发上的卓洪发就要带走 还威胁说这是他的儿子 当时的陈玉娟被吓坏了 直接将他赶走 并且再也不允许他和儿子见面 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 卓涛就经常会到学校 在上课期间将卓洪发接出去 这是他唯一和儿子相处的时间 直到班主任向陈玉娟反映了这个情况 他惊呆了 带着卓洪发迅速转学 就这样 安稳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 直到卓洪发失踪的前四天 1986年5月10日那天晚上 卓洪发很晚才到家 陈玉娟一问才得知 原来是卓涛找到了他们 将儿子带出去玩了 从这一天开始 为了避免儿子再被接走 陈玉娟每天坚持送儿子上下学 当时的校长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 他发现 陈玉娟每次都会把卓洪发送进教室才离开 放学前也会提前在外面等 六年级的孩子了 这有点不太正常 于是校长就问他 为什么要这样做 陈玉娟说 他和丈夫分开了 他担心有一天孩子会被丈夫给带走 另一边 卓洪发的亲生母亲告诉警方 在1986年5月7日 卓涛去找过他 还说要和他一起把儿子给要回来 他当时没有同意 只听见卓涛气急败坏地表示 会用自己的方法去要回儿子 还警告他不要乱说话 其实在卓洪发失踪之后 1986年的11月 卓涛也来找过人 当时的陈玉娟还质问他 有没有把儿子给带走 卓涛表示 他是我儿子 我不可能会这么做 陈玉娟当然没有相信 于是两人就约定去庙里发誓 可最后 卓涛并没有去 当时的陈玉娟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没有选择报警 1996年9月 郭正明的父亲 根据私家侦探郑明辉查到的 向刑事侦察部报告 警方立马逮捕了卓涛 然而例行循环过后 没有发现任何的线索 48小时后就将他释放了 但警方这边并没有完全放弃 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时间里 秘密地对卓涛展开了调查 但是依然没有任何的证据 1996年11月13日 新加坡的刑事调查部门 还专门对此事做了一份声明 但即使没有证据 大家还是觉得是卓涛带走了孩子 在带人时 遇到了郭正安 索性就将两人一起给带走了 2010年11月 还来了一个神秘人 佐证了这个猜测 新加坡当地的一家报社 根据这位神秘人的爆料 刊登出了一篇 案件最新进展的文章 神秘人称 当时有一个男人 想企图强行带走周鸿发的 但是遇到了郭正安的阻拦 最后两个孩子都被他带走了 而且失踪的两个男孩都还活着 目前住在马来西亚的新山 比较奇怪的是 当年学上10万新元 都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说 如今又是什么原因 让他道出了这个24年前的秘密呢 不过以上这些都还只是猜测 你觉得还有哪些可能 可以在评论区分析你的看法 郭正安的父母 现在也搬离了原来的住处 为了防止儿子突然回来找不到人 他们还时常回去看看 在2020年 记者采访到了郭正安已经80岁的母亲 得知郭正安的父亲 几年前也已经去世 这位80岁的老人表示 他的记忆力大不如从前 不想再谈论他失踪多年的儿子 如今36年过去了 如果失踪的男孩们还活着 今年也有48岁了 他们的家人依然在等待 那以上就是三妹的调查报告了 你的点赞订阅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还可以开启小铃铛哦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影片了 小妹感激不尽 我们下期再见